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news8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四周四的行销专题 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文华 风云早 各位女友大家早 好来 文华我们来看这一个礼拜 你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切入焦点 这个礼拜其实我要感谢金周刊 金周刊在12月5号这一期 举办了一个2011商务人士理想品牌 大调查的结果报告 他把这个台湾各个品类之中 商务人士觉得理想的品牌 把它做了一个排名 我读了这个专题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当然你这个品牌的一个调查 就可以一般报道方式就很简单 就是什么手机类123名 什么饭店类123名 然后什么电信类123名 然后这个什么这个饮料类什么的 就这样分类对不对 今天我们当然不用在这边 跟各位报告留水账了 我们就把这所有得名的品牌 重新整理一下 把他们成功的四大原因 给它归纳出来 让各位行销朋友做参考 这样可能比较有价值 这四大类归类出的第一类 叫做用台湾之光来行销 那这样都一定是台湾品牌吗 有意思 奉献我发言 十几二十年前在做行销的时候 通常你越强调你这舶来品的光环 你越卖得好 重洋嘛 对不对 美国货一定怎么样 日本货一定如何如何这样 对不对 对台湾就 事实上到今天我相信 还是有一些消费者是这样子的 不过只是在行销的操作上面 你会发觉过去这一年 越来越没有人走这个路线 反而越来越多人强调 这个东西是台湾之光 台湾制造 或请台湾本地的代言人 就强化在地连结就对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颇复杂 跟国内不管是政治经济 甚至民国百年都有一些关系 所以你在今年你就看到 这个台湾之光 王建民 曾雅尼在国际体坛上的表现 或是大家庆祝民国百年 很多的活动 或是国片整个又复兴起来 种种复杂的原因 让大家对于台湾 这两个字有更多的情感 所以在这一次的 金周刊的票选中 你就会发现台湾的品牌 比如说HTC 它就是手机类的第一名 那比如说这个台湾的汽车品牌 纳智杰 它在去年没有入榜 今年也进入排行榜之中 那甚至在一些 表现结束的品牌之中 他们行销的手法 也是强调台湾 就它不一定是 Made in Taiwan 对 可是它却要强调台湾 你讲这个Johnny Walker 大家有喝过这酒吗 这是威士忌对不对 对它不是台湾品牌 标准的博来品啊 因为它过去的行销 一直有一个主轴 叫做强调梦想的实践 对对对 它过去呢 因为它整个大中华地区 在做行销 所以它过去呢 就找这个大陆地区的 这个实践梦想的名人 来拍广告 效果不好 所以它今年呢 就学到了 它就找了两位台湾人 一位是魏德胜 另外一位是 年轻的吉利马拉松的选手 陈彦博 然后拍了广告 描述他们追求梦想的故事 官网上 脸书上 就很多人按赞了 所以就像风云讲 它虽然不是台湾品牌 但是它在行销上 加入了极强的台湾元素 也得到共鸣 相机类的第一名是 Canon 加能 日本品牌 对不对 它的广告 非常的本土化 它到了蓝宇 去拍摄这些 我们原住民的传统文化 亚美族 达物族 朋友的服饰 他们的 这个独木舟 色彩非常的缤纷 有特色 也得到很多消费者的共鸣 其实这就很有意思 越是全球化 很奇怪 其实在地情感这件事情 在各地都更被强化 而并不是当全球化 就全球一致了 其实没有 因为全球化 因为很多事情都一致了 所以在地情感 反而更被突出 我觉得其实台湾 现在很多品牌 都要去打国际行销 也许 当然每一个城市 它在地情感 强化的程度不同 但是 但是这个趋势 还蛮值得关注 没错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今年行销的第一个力道 就以台湾之光来行销 第二个 我看这次荆州 看商务品牌调查 发现有另外一个趋势 叫做分众行销 过去我们都讲大众大众 对不对 因为有个迷思觉得 一定要做大众 才能赚更多钱 可是这是1960年代之后的事情 对 就大量机器制造之后 才开始觉得大众大众大众 大家好像都一样 可是好像现在越来越 越又不是 没错 凤星泽分析好 工业化大量生产 造成了大众行销 当然 这不是一个措施 但是 现在成功的品牌 越来越强调 分众的行销 这次啤酒类的第一名 是台湾啤酒 老字号 大众品牌 对不对 可是他们也在想 我怎么样针对分众 特别是那些 不太喝酒类饮料的 女性 年轻族群 于是他们今年 就推出一个新的 水果啤酒 叫果围醺 围醺就是有一点醉 那两个字围醺 所以酒精含量 应该稍微低一点 对 然后有水果的香味 然后围甜 对 你看大众品牌 开始走分众的路线 刚才讲到 这个手机类第一名 HTC吗 他们最近一两个月 大家在电视上广告 看到他们打的叫做音韵机 就是声音韵律的音韵机 就是针对女性的一个手机 那女性他们就去很深入的研究 到底他们使用手机需要哪些功能呢 知道他们喜欢用手机听音乐 所以你看名字就叫音韵机 知道他们喜欢用手机来拍照 自拍 尤其是自拍 是不是 对 可是每一个手机都可以拍照 可是 父亲你有没有观察到 女性用手机拍照 他们特别强调哪一些功能 就他们要找到最好的角度 而且是这样子 我到了不同的地方这样子 然后就去自拍这样 对对对 然后呢 我们男生自拍完 可能就算了 就上传了 女生自拍完 都会多做一个动作 有没有观察到 还要修吗 诶 你讲对了 真的 所以他因为观察到 女性交易者 很重视这个图的完美性 他的手机 里面就内建了修图的功能 然后呢 他这个 知道女性通常手机都放在哪里 包包里 包包里 没有女性把手机放口袋 对不对 男性把手机放口袋 没有女性 因为很多衣服没有口袋 没有口袋 但是放在包包里就有个困扰 因为女性那个包包都很大 对不对 手机丢进去跟化妆品 其他东西混在一起 常常看到女性 找了半天找不到 对不对 所以那个手机响 他听不到 因为都埋藏在包包里 众多的事物之中了 对 我太多女性朋友 打电话给他 每次都 对不对 很烦 对 所以你看HTC研究 小北的研究多彻底 他发现女性有这个困扰 于是他设计手机 他这个音韵机 他的响声特别大 他为了要让你 这个手机埋藏在包包中 也能够听到 但是大 是让你听到这手机 找到这手机 但是这女性的手 一旦摸到这个手机 这手机感应到 被摸到的那一刹那 声音就会减小 这很难 因为你放在包包里头 你就会碰撞其他东西 是不是 你去碰撞其他东西 跟你的手摸到 你的电话要聪明到 能够分辨 那是手还是其他东西 其实很难 是不是 人家就做到 所以你看这个 讲分众行销 也不是说 女生我就卖东西给她 没那么简单 你真的要去了解 那个分众的一些 特别的行为 针对他们的行为来设计 最后做出来的产品 才会贴心 所以 这个分众说的容易 但是要做到 其实是一件 要花很多功夫 去观察的事情 好 这个 我们刚刚有提到 酒嘛 对不对 对 NCC有规定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 newssobar 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四 周四的行销 专题在我们线上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王文华 刚提到说 金周刊所做的 2011年商务人士 理想品牌调查 这里面呢 文华帮大家 归纳了这一些 被调查出来 这种名列前茅 这种非常表现良好的 这些品牌 他们成功的原因 那现在在台湾 要成功 一定要强调台湾 一定要跟台湾 做连结 你可以诉诸分众 那除此之外呢 在分众这地方 我再补充一点 我觉得该不是强调 就是在分众的地方 你一定要深刻的 去了解消费者的行为 而不要用一些 既定的印象来判断 不要用刻板印象 举个例子 相机的第一名 刚才讲的是Canon 他们就想要针对分众 针对女性来设计相机 通常我们觉得说 女性很在乎 这个东西的颜色 外形 对不对 这的确没错 所以说很多3C产品 为了要讨好女性 就把她手机 或者把她产品 做成女性喜欢的颜色 比如说女性 喜欢什么颜色 可是很多都做那种 什么粉红限量 讨红限量款 对不对 尝试就觉得 一定是做粉红色 这些很女性的颜色 可是事实上 不管是Canon 或是HTC调查 她发觉 其实女性 没那么喜欢粉红色 反而觉得粉红色 有点怂 所以你看现在 HTC主打运营机 也不是粉红色 它的确颜色 比较抢眼 但不是粉红色 Canon 她反而反其道而行 她最近请张军宁 明星张军宁 拍的广告 都是对女性去主打 黑色小型 类单眼相机 它黑色的 大家会觉得女性喜欢吗 很犹豫啊 结果卖得很好 所以这里就是告诉大家 经营分红 不要太过于刻板印象 可能要深切的了解 女性她有特别的需求 但是她可以接受黑色 只要你这个小一点 是类单眼相机 不要像一般单眼相机那么大 所以分红当中呢 还可以再更个性化一点 对 因为不同的人 真的会喜欢不同的颜色 没错 怎么样去深入了解 这个分红的行为 这是我们做行销人 要用功的一点 这是第二点 分红 第三点 当然还是看到了 网路行销的力量 这个网路行销 因为很多年轻的族群 都使用网路 作为他们主要的媒体 所以各个品牌就要想办法用网路行销 这次在这个化妆品的第一名 是亚诗兰黛 奉鑫首席这个品牌 当然 他也算是一个 他算是一个蛮传统的老牌子 对 法国的嘛 对不对 是 奉鑫讲 你看 他是传统老牌子 这也是大家消费者的印象 可是他们就想 那我这个传统老牌 怎么样去吸引年轻的族群 他就想说 那年轻族群都用网路 那我在网路上行销 要加把力 那现在年轻的女生 在买任何东西 他比较不太听这个广告的讯息 一定会上网去查说 比如说保序乳液 哪一个牌子比较好用 对 那上网去查 他上哪去查呢 那是去查这个 有很多使用者会发表 他们使用心得 没错 对那些权威的部落客 对不对 对 现在几乎每一种品类 都有一个权威的部落客 对啊教你怎么保养啊 教你怎么样子去化妆啊 亚斯兰黛就想说 我要把这群部落客 当作过去去经营媒体 记者一样来经营 所以过去产品 都有记者发表会 对不对 对 现在亚斯兰黛有 部落客发表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会召集这些网路上 影响力很大的部落客 为他们举办一个产品体验会 好 那给他们一个先体验产品的机会 那他们体验了好了坏了 就会写在部落格上 让广大的消费者来阅读 当然希望他们写好了 对 所以就特别为他们举办一个产品体验会 我现在发现 有几项产品 网路的评价特别重要 比如说化妆品啊 彩妆啊 因为女性其实她都需要一点点学习 然后我发现女性内衣也非常的重要 真的 因为她有一些穿着的一些小技巧的一些问题 你知道这个是有心机的部分 另外餐饮也非常重视网路上的评价 然后还有就是住宿 我发现这几个项目是特别重要的 你又发觉凤信讲这几个项目都是比较 就是那个使用行为是高度摄入性的 这是行销上的名字 要高度摄入 就是说你那是非常亲密的一个行为 不像我买个订书机 这是低度情感摄入的 你像内衣像住宿 你的身体要躺在那个床上 内衣你的肌肤要跟那个产品接触 那是高度摄入性的产品 我就很难看你外面给我的一点图片 就决定了 对不对 他就需要很多的一些实际体验 实际使用者 他们的心得报告 那重新这一点大家要记住 高度摄入性产品 不管内衣啦 住宿啦 餐饮啊 可能更重视网路行销 对真的 好 奉行刚才有讲说很多这个内衣品牌 会做网路行销 要教一些小技巧 对不对 雅士兰黛就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是老品牌 想要针对年轻的顾客 那他发现很多年轻人 刚进入社会 不会化妆 不懂化妆的技巧 所以他就拍了十多支彩妆 教学影片 放在网路上 超级重要 年轻人很喜欢啊 对啊 我跟你现在年轻人超级会化妆 都是从网路上学的 对不对 对啊 超厉害的 所以网路行销还是很重要 最后一点 讲说网路行销虽然重要 实体行销还是重要 因为你宗教有个体验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相机的第一名的佳能 他有一台体验车 每逢周末就到百合公司游乐场去巡回 一年52个礼拜 他24个礼拜都在外面巡回 他把这个体验车就布置成一个毫无压力的体验专区 他摆明了说我这上面的东西都是非卖品 我不卖 他也不会有一个销售人员跟在你后面 那反正在游乐去百合公司这些游客或是这些家庭 你就可以上去体验车 玩他的相机 拍全家福的照片 他都让你尽情的去体验 实体活动 那个白兰蒂 第一名叫做轩泥诗 也是每年用音乐体验的方式 每年固定办一个炫音之乐的音乐party 这个请各国的歌手 像今年是台湾的潘伟博来演唱 就让个年轻的人从那其中去体验音乐 还有他们产品的感受 强调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对对对 我刚刚这样讲 我没有谈到酒了 一定要强调这件事情 这个实体在网络发挥的情况之下 还是很重要的 只是你要运用的技巧要很高超 对 好 所以要能够成功的经营一个品牌 其实在任何国家社会推销都不容易 所以行销这一件事情 它的难度就在于 你要怎么样去灵活 运用当地的当时的一些需要 而且产品不同 它可能方法也不同 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王华 谢谢 谢谢 我看你了